自从群晖DSM版本升级到了7.0以后 群晖Photo就不再支持Apple TV了 之前我也出过一期内容 借到Plex或者Ambi来实现Apple TV上访问群晖Photo 现在终于有了官方的Synology Photos全新应用 嗨大家好 我是小鹏 真的是千呼万唤 首次打开App 地址这里可以输入你的群晖IP地址 也能用你的QCID 接下来输入账号和密码就可以登录了 不认为时间线显示反应速度非常快 也可以在上面更改为文件夹示图 浏览方式支持幻灯片播放 这里可以注意到iPhone拍摄的HEIC这个格式 需要群晖安装高级媒体套件包才行 接下来到群晖后台 在套件中心找到它并成功安装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安装后在App TV里面并不能马上使用 你需要到群晖NAS中把你的照片文件夹重新缩影 以便启用新的媒体包 这样再次回到App TV里面就可以正常显示照片了 如果需要浏览视频 在设置中需要开启HTTP播放媒体内容 这样照片和视频文件都可以打开 不过视频格式支持有限 我试过把一个南光圆盘文件丢到照片文件夹中 就提示无法播放 这个也无所谓了 也很正常 毕竟它只是一个照片浏览应用 好了 今天关于App TV的群晖Photos应用 快速上手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从此在电视上浏览群晖NAS照片就方便得多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